在娱乐圈中 最不缺的就是瓜了 仅仅一天 就接连爆出四个劲爆大瓜 细节内幕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各种大瓜层出不穷 肖战射雕英雄传有望春节档代应 即将到来的2025春节档中 由徐克导演 肖战主演的电影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成为业内人士和观众高度关注的焦点 春节档是国内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 每一部影片都需要在票房和口碑上 经受严苛的市场考验 许多大导演和实力派演员 都会带来精心打造的作品 此番 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 在中国电影推介会上 受到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和高度期待 尤其是主演肖战的表现备受期待 影评人和业内人士 纷纷期望他能在大荧幕上发力放光 对于肖战而言 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不仅是他在武侠题材中的一次重要突破 更是他在影视领域的一次重大挑战 是演经典人物郭靖 既要展现角色的刚毅与正直 又需要在徐克导演精心构建的江湖世界中 呈现出人物的柔情与侠义 这一形象的刻画 需要演员精准的情感拿捏和对武侠世界的深刻理解 而肖战的努力与潜力 让人们对他所诠释的郭靖充满信心 肖战自出道以来 一直凭借其敬业的态度和不断提升的演技 赢得了观众和业内的认可 此次 他面对的是经典人物和强大的制作团队 不仅需要在演技上有所突破 还要在大荧幕上彰显人物内在的精神力量 众多业内人士表示 肖战饰演的郭靖 极有可能成为这个时代下新的荧幕英雄形象 作为现代观众对侠异精神的具象化期待 他的表现或将带来新的惊喜 徐克导演选择肖战饰演郭靖 显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外形条件 更多是因为他的特质与郭靖的形象有一种契合 郭靖是一个朴实乌华 心怀家国情怀的英雄人物 而肖战的真诚与他事一直以来 也成为他个人魅力的重要部分 这种贴合 使得业内人士普遍看好肖战在角色塑造上 会带来的精彩演艺 他不仅在备战阶段严格训练 以求武打动作真实且精准 同时在情感演艺方面 也力求还原人物的真实与感动 力图让观众在欣赏打斗时 也能感受到角色的深层情感 电影《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不仅是一部武侠大片 更承载了传统武侠文化的精神内核 在混乱和艰难中坚守正义 肖战所饰演的郭靖 将带领观众重温那个成在江湖情义的热血年代 而在此过程中 肖战本人也将在大荧幕上完成一次意义深远的蜕变和升华 众多业内人士预测 肖战的郭靖将为观众带来全新的感受 让这一经典角色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白露一天七套高定 近期白露一天推出七套高定系列 再次引发了业界和消费者的热烈关注 作为国内时尚界的新贵 白露品牌在短时间内能够取得如此的成绩 实在是难能可贵 这不仅体现了白露品牌在设计理念上的创新 更是在生产和品质上的严格把关 据悉 白露品牌从创立之初就坚持为中国人打造世界级时尚的使命 此次一天推出七套高定 无疑是其对这一使命的践行 首先 从设计理念上看 白露品牌紧跟国际时尚潮流 融入东方元素 呈现出独特的东方时尚 此次七套高定系列 既有西方高级定制的精致剪裁 又有东方元素的温婉内敛 使得每一个款式都充满了独特的魅力 其中 一些款式将中国传统服饰的元素与现代设计相结合 让人耳目一新 例如 一套以中国国花牡丹为主题的高定礼服 其精致的刺绣工艺和牡丹花的盛开姿态 展现了东方女性的优雅与魅力 其次 从产品质量上看 白露品牌始终坚持以高品质的产品回馈消费者 此次七套高定系列 采用了大量进口的高级面料 如真丝 雪纺 雷丝等 并结合精湛的工艺技术 使得每一套高定督宛如艺术品 同时 白露品牌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把控每一个环节 确保产品的质量和舒适度 正是这种对品质的执着追求 使得白露品牌在短时间内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最后 从品牌传播上看 白露品牌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渠道 打造全方位的营销网络 在线上 白露品牌通过社交媒体 电商平台等渠道 与消费者建立紧密联系 传播品牌理念 在线下 白露品牌则通过举办新品发布会 参加国内外时装周等活动 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此次一天推出七套高定 也是白露品牌 借助线上线下渠道 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东方时尚的有力举措 总之 白露一天推出七套高定 是其在设计 品质和传播方面的全面发力 也是其对为中国人打造世界级时尚使命的坚定践行 张婉宜新剧因他狂加戏成最大败笔 张婉宜去年演出长相思爆红 今年先是与王楚然搭档演出柳州记 细腻演技大获好评 而他与任敏主演锦绣安宁 昨 29日付费会员抢先播出完结片 两人不仅上演浪漫大婚场面 还生下小孩 超完美结局获得外界一致好评 让网友直呼 为骨科这个赛道 张婉宜是无敌了 锦绣安宁结局中 情节可说是一再反转 张婉宜饰演的罗慎远 终于扳倒反派丞相汪远 成功为师父的冤死翻案后 顺利迎娶罗依宁 任敏事 但在两人大婚之日 罗慎远又紧急任务离开 当他正在寻找逃逾的汪远时 才发现一切都是罗依宁前男友陆家学 死杀事的诡计 陆家学还故意烧了两人的婚房 要让外界以为罗依宁被烧死 目的就是要将罗依宁转移出罗府 但罗慎远马上识破陆家学的轨迹 因此找到罗依宁藏身之所 最后 陆家学与罗慎远选在悬崖决一死战时 陆家学为了帮罗依宁挡箭身亡 才让这场三角恋划下句点 大结局中 罗依宁伸手描绘罗慎远五官 两人醒来后在床上打闹一番 罗慎远还搂着他说 再陪我多睡一会儿 不少网友直呼甜度满分 尤其两人还生下儿子宝哥 算是非常圆满的结局 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 男二刺杀在结局戏分太多 完全压缩张婉毅 任敏婚后生活篇幅 直呼是最大败笔 陈都灵被工作人员大吼 10月29日 在电视剧《大梦归零》的宣传中 陈都灵 侯明浩和田家瑞等主演 正在做直播宣传 陈都灵工作室的人 突然大声吼人 此事随后登上微博热搜第一 直播过程中 女演员陈都灵处传来话外音 疑似工作室的人大声吼人 你别在镜头里面 你别在镜头里面播 烦死我了你这一天 甚至变成了怒吼 后续陈都灵也离开了镜头范围 此时 连线的两位男嘉宾 侯明浩和田家瑞也显得不知所措 随后 陈都灵工作室在凌晨发布了道歉声明 解释说直播开始前操作一直出现问题 最终顺利解决 抱歉让老板和家担心了 请大家继续支持大梦归离 支持文肖 网友们对这一事件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认为工作室的工作人员不够专业 缺乏对同事 艺人 观众的尊重 还有一些网友建议工作室应认真对待连迈故障等问题 调整人员配置以提高工作效率 而关于《大梦归离》这部电视剧 也是风波不断 此前 有网友发现电视剧《大梦归离》 斗半警戒中疑似把郭敬明除名了 郭敬明删除《大梦归离》相关博文 上线把开播转发的微博 把居静一 余淑欣 卢玉晓等明星宣传的感谢评论也全删了 10月26日 该剧在爱奇艺播出 而在爱奇艺相关影片导演列表中 也并未发现郭敬明的名字 对此爱奇艺回应称 在未接到换过导演的相关通知 目前可以正常观看影片